有抹茶還有備茶的甜點 我應該是素人界Youtuber 一個最快上片全年開箱的人 好好吃喔 超可愛的 真的是富士山 很抹 世界最濃抹茶冰淇淋的 最濃10分的話 我覺得它有8分 甚至9分 真的好濃喔 醃料掃成這樣 我覺得不行啦 但肚子真的好爆 終於結束了 今天是2021年的3月25號 然後全聯這次非常厲害 就是季全家才剛剛推出了 四季春茶跟抹茶系列之後呢 全家竟然馬上也跟著推出 一系列的抹茶還有備茶的甜點 而且這次我覺得超用心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它是 特別的一系列的抹茶 特別強調是跟108抹茶 茶籃是合作的 然後這次一共有8個品項超級多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我頻道的人 我的頻道是在 開箱全聯超商甜點 還有親子旅遊 育兒生活以及物理治療師的日常 非常多元化 如果你想要看到最新的全聯 或是超商甜點開箱的話 記得訂閱我 開啟小鈴鐺 我應該是 素人界YouTuber 一個最快上片全聯開箱的人 我有信心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這8樣的抹茶貝茶 甜點好不好吃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今天品項很多 我們就快快開箱 然後我今天想要從我最期待的開始開 應該是說口味比較淡的 好第一個 抹茶雙層乳酪蛋糕169元 它是非素食的 好我們先看一下營養成分表 每一份200大卡 講一下它的文案 它是寫說 嚴選京都浮產與治一般茶抹茶使用 這個圖示上面就是 下面好像有一些紅豆的東西 那我們就趕快來開吧 哇 超漂亮有看到嗎 下面就是濃濃的抹茶的這種顏色 然後上面有抹茶的類似 餅乾穴蛋糕穴 然後中間還有紅豆 就是它裡面有 下面是乳酪 中間還有一層類似紅豆泥的東西 上面是抹茶的類似慕斯吧 那我就直接挖一口了 一口有三層 感覺超好吃耶 它下面好像是乳酪蛋糕 吃得出來它上面是抹茶 慕斯 不太甜 然後中間那個就是紅豆的慕斯嗎 然後裡面有一些紅豆 好好吃喔 因為它合起來非常的順 然後甜度大概六七分吧 它的紅豆很像那個 有義美紅豆牛奶冰棒的那個味道 單試一下它的抹茶那一層好了 它上面這層有點像是慕斯 很清爽然後帶苦味 幾乎沒有甜味 所以它的甜味都來自於紅豆 跟那個下面這一層 我覺得它表現很優秀 因為其實我分開吃啊 完全都是不太甜的 大概兩三分 因為它上面的抹茶其實是偏苦的 中間的紅豆泥 再微微的甜 跟紅豆香 把這整個味道有點帶起來 我覺得超好吃 而且你吃起來是覺得很清爽的那種 就是完全不會覺得是什麼有起司 或是很油的感覺 或是很甜膩都不會 第一樣就那麼好吃 我評分的話呢 我會給這款抹茶雙層乳酪蛋糕 4分 好吃好吃 再來是第二個 抹茶富士山捲99元 然後它的外表看起來很可愛 然後它也是非素食 我們看一下營養成分表 一份 哇487大卡 超高的耶 打開 哇 OMG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造型 造型超可愛的 真的是富士山 全靈為什麼那麼厲害 好好吃喔 這次的醬都是 這裡面有一點奶油 然後蛋糕卷 跟上面的那個醬的部分 很抹茶 它的抹茶真的沒有開玩笑 就是很濃 害我直接想起我那時候去大阪 吃的那個世界最濃抹茶冰淇淋 有那樣的感覺 天啊好好吃喔 天啊好好吃喔 我跟你說它的甜度 因為它的抹茶的濃度太濃了 其實進去是有苦味的 但是因為它就是因為苦 所以它的甜度有高一點 大概七八分 但是非常的剛好 然後蛋糕體呢 是比較 比較硬沒有錯 然後 不是戚風口感 但是也很好吃 哇 哇 我覺得這次好厲害 它從裡到外都 不會很膩或什麼的 好好吃喔 越來越好吃啊 就是我可以自己慢慢吃完 可以不用分給同事 這抹茶控一定要吃 其實是真的日式抹茶那種 我必須說 世界最濃抹茶冰淇淋的 最濃10分的話 我覺得它有8分耶 甚至9分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 抹茶是給到多濃了 那這一款 抹茶富士山捲的分數是 4.8分 我覺得 很厲害 我覺得一定要買耶 好好吃 好了 第三個我打算吃個 貝茶換換口味 貝茶蜜布丁 65元 奶蛋素喔 嚴選競鋼線產貝茶使用 所以原來 競鋼也產貝茶 然後它貝茶就很可愛 它就是 外面是咖啡色的 一份131大卡 算是比較低的 不知道它的 漂亮的很鮮麵 欸 特別喔 好香喔 超濃的茶味 它這個打開來 有一些濃稠的醬 這樣看不太清楚 我覺得它這個很厲害耶 這樣子 看起來超濃郁 哇 我覺得這個蜜布丁好吃耶 因為我有點預期它會太甜 結果並沒有 茶味也是幾乎八九分濃 然後 沒有很甜膩的感覺 甜份大概才六分 五六分而已 天啊 我覺得這次 幾乎沒有雷吧 它比較沒有特別的東西或醬料 它給的那個醬汁 我覺得超有誠意耶 反正茶控 這次一定要去買就對了 貝茶蜜布丁的分數是四分 好吃超濃郁 好的嘛 不停底趕快介紹第四樣 唇濃抹茶 貝茶千層 兩塊喔 129元 我覺得這樣超棒的耶 兩個口味都可以吃得到 有點小期待 哇 很漂亮耶 它膠汁的感覺 這樣子 好怕掉下去喔 拍一下 熱量的部分 抹茶一份200大卡 肺茶172大卡 哇 它這個層次感很棒耶 這次怎麼用心成這樣啊 它的抹茶裡面 也是有紅豆的喔 抹茶還是濃到不行 先是抹茶的苦味 然後點綴那個蜜紅豆 哇好好吃 欸它的苦是認真的在苦 不是開玩笑的 我覺得這好好吃喔 但你硬要挑缺點一樣啦 全聯的千層都是稍微有點乾 這個味道真的完全 完全可以 全聯應該要找我代言吧 WeSweet拜託看一下我好不好 我真的超愛你們甜點的 這個的抹茶是會 真的是有苦到差不多快十分耶 它認真的在給我苦 貝茶裡面就沒有特別的東西 有點醜 喔好香喔 天啊 這真的很像在吃 就是抹茶磚賣店的那種甜點的感覺 我真的沒開玩笑 真的好濃喔 然後 貝茶它做起來的話 比較沒有像抹茶有那麼 苦澀的味道 我想是因為抹茶有那個紅豆可以 中和掉 貝茶吃起來是比較順口的 好好吃喔 怎麼會這麼 貝茶比較甜 抹茶的話它甜度大概只有五分 甚至是偏苦一點 但是它有那個紅豆我覺得 完全就是可以給怕甜的人吃 貝茶的話呢 茶味也非常濃 大概七分濃七八分濃 然後它的整體是稍微甜一點的 大概也是七分甜 而且兩個我覺得不分宣制 都非常好吃 而且我覺得就是 可以一口一口 就是交替的吃剛剛好 評分的時間 這款純濃抹茶 貝茶千層的分數是 4.5分 好吃 第五樣 抹茶提拉米酥 89元 奶蛋素喔 後面還附了小湯匙 小湯匙 很貼心 這樣子 長這樣子 很可愛 每一份213大卡 它的上面的那個東西 就很像剛剛一開始那個 雙層蛋糕的屑屑 應該是蛋糕的啦 那我就挖下去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 橫切面 是長這樣 啊超綠的耶 超綠的 不知道會不會有點無聊 吃看看 嗯 嗯 嗯 它的乳酪味蠻重的 然後吃起來是那種 乳酪慕斯的感覺 好吃 大概六七分甜 抹茶味一樣很濃 就是會讓你吃了一口 還會想要再吃的感覺 但我比較好奇它有沒有 其他的東西在裡面 因為說它裡面有 慕斯之外 它還有抹茶蛋糕 那個乳酪味好香喔 嗯 因為它乳酪的感覺 口感稍 就是吃起來稍微會膩口一點 但還是是好吃的 就是有蛋糕 然後有乳酪餡 然後上面是那個蛋糕的屑屑 好好吃喔 為什麼這一次 嗯 冷凍起來慢慢吃 我覺得OK 會不會太胖 第二三口開始有點膩了 喉嚨會膩膩的 但我覺得喜歡起司的人 這款應該會覺得還不錯 而且又是抹茶的起司 這款抹茶提拉米蘇的分數是 3.8分 還是好吃啦 接下來又想要變化一下口味 所以我們吃的是 貝茶生乳酪 99元 這個不OK喔 喔開口就不OK 喔 它是這樣四顆的 一份219大卡 這有四個小小的這樣 然後是 三層 上面是白白的 中間是 應該是貝茶 下面是蛋糕吧 應該是 中間應該像是慕斯 一入口的感覺又是有點 讓我不太喜歡那種 小Q彈 吉利丁的感覺 可是這次 它做的比較空氣感一點 沒有那麼的 像黏土啦 但是它的 貝茶的味道呢 相對稍微淡了一點點 然後 白白那個比較甜膩 上面有一些餅乾屑屑 增加一些口感 那甜膩的感覺 可能也來自於 上面這個包是什麼的東西 吃不出來 某一種的餅乾屑 這餅乾屑有點害到它 因為它那個口感 並不會加分 餅乾屑比較像是 曲奇的那種 而濕軟掉的感覺 沒有那種脆脆的感覺 如果 我覺得如果是那種 堅果顆粒 可能會更好吧 這款貝茶生乳酪的分數是 3分 還好 第七樣是 抹茶貝茶大福 59元 非素食 它是直接這樣兩顆 哇 也是很香啦 還是要給它們一點 結果抹茶好香喔 好濃 真的好濃 抹茶紅豆大福一份 117 貝茶可可堅果 127大卡 它這個外面竟然沒有寫那麼清楚 我覺得好可惜喔 這樣子 它皮好多喔 它餡料好少 好奇怪 好可惜耶 餡料好少 紅豆泥只有一點點 然後抹茶餡也不多 然後厚厚的皮 皮是不難吃啦 但是 我是大幅 我會希望它的料是多一點的 而不是 都好像在吃水晶餃的感覺 甜度的話非常低 因為它的皮太多了 大概三分甜 可以吃得到濃濃的抹茶味 它外面那個抹茶粉很濃 蠻苦的 那餡料少成這樣 我覺得不行啦 貝茶可可有一點點 讓我期待 一定要料很少 都是給我是皮 我覺得很不少 等一下 這個是有榛果味道 然後裡面有巧克力醬 這個蠻好吃的 這個裡面就是 有巧克力醬 還有貝茶的 應該算是鮮奶油 巧克力應該就是加了榛果的味道 這吃起來有金沙的感覺 兩個硬筆的話 我會喜歡這個貝茶可可 它裡面的餡料有榛果香 然後整體甜度也是差不多三四分 因為皮太厚了 我還不錯啦 因為我是可可控嘛 真的覺得它皮怎麼會厚成這樣 我覺得太厚齒薄筆了啦 我吃到堅果的顆粒了 這款不錯 口感比較豐富 但是皮也真的是好吃 軟的 軟多於Q 如果餡料再多一點 我想會更好啦 不會讓我覺得一直在吃皮 那這款抹茶貝茶大福的分數是 3.5分 還可以 我現在肚子真的好爆 吃到最後真的是 終於吃到最後一樣了 抹茶貝茶巴斯克 89元 然後它是奶蛋素喔 我們來看一下 哇 欸蠻美的 蠻美的 超美的欸 好先看營養成分表 不要又忘記 抹茶巴斯克一份 150大卡 貝茶巴斯克也是 兩個都蠻有厚度的 讓我想起上次全家的那個Pavlo聯名的巴斯克 超小又薄 但是很生氣 我們先吃抹茶的好了 它就是很純粹的巴斯克 好我要吃了 嗯 超濃郁的 它其實就是重乳酪 非常濃郁的乳酪的味道 抹茶味反而有一點點被 起司味稍微蓋掉了 我覺得這款的抹茶也很濃 因為起司的濃郁呢 減少了它的苦澀的味道 很好吃 然後甜度大概六分 六七分吧 主要是濃濃 啊 丟口水了 嗯 這好吃欸 現在聞是聞不出來 這樣子 我覺得吃起來它比較有那種沙沙的口感 嗯 貝茶這款的口感明顯比較乾 我覺得是貝茶本身的關係 貝茶本身就是入下去當甜點的時候 吃起來口感會特別的 存在感比較高 口感讓人感覺比較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滑順啊 會有點卡喉嚨的感覺 甜度也差不多是七分甜左右 但這款吃一口就會覺得 乾乾澀澀在嘴巴裡 就沒有想要吃第二口的感覺 這款抹茶貝茶巴斯克的分數是三分 終於結束了 我覺得這次我個人非常非常推薦全聯抹茶機 因為我覺得他們這次做的真的是有水準 就是真的是很像百貨公司的那種 甜點的那種濃郁口感程度 然後我覺得 我的第一名就是這個抹茶富士山捲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抹茶的濃郁程度真的是非常高 然後蛋糕跟裡面的鮮奶油搭配 我覺得好好吃 就是怎麼可以那麼濃 就是抹茶控我覺得這款 一定真的就是讓你覺得非常到位 第一名可能會給千層蛋糕吧 因為主要是它一個裡面有兩個口味 然後它的抹茶搭配它的那個紅豆泥 天啊超好吃 就是很高級的真的是日本的味道 然後配茶也非常的濃郁 然後這款的奶油我覺得蠻好吃的 不會讓你覺得很乾 兩個都自己吃掉好嗎 就不用分給同事了 第三名我會給這個雙層乳酪蛋糕 我覺得它的重點就是在於 它吃起來超清爽 完全沒有負擔的感覺 就是你不會覺得你在吃什麼鮮奶油 或是乳酪的感覺 就沒有 然後它的抹茶味也非常的夠 然後加上一點點紅豆的甜跟香氣 它搭配的很好 它調的還不錯 那我的影片結束 如果你喜歡的話 幫我按喜歡並且分享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你這次最想要是哪一個甜點呢 然後你覺得這次的抹茶 有沒有讓你覺得真的很到位 拜託一定要留言告訴我 最重要的是訂閱我的頻道 賴媽的主婦生活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